在达尔文这个地方 已经准备快十几天了 今年是隔了四年之后回归办理 那我想不管是我本身 还是说学生跟团队 跟我的感受都是一样 好像我们又回到 过去那段可以一起 研究车坐车的日子 其实我们每次当然要由一帮 来自香港职业训练的同学 特别是一些公职系的同学 他们要去利用他们课堂里面 学到的知识 可以测试到自己一些 亲手做出来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推动力 其实在这个赛事 如果真的有人来领受一次的话 会觉得说车子是科技 但是对人的考验 才是很大的一个 要克服的事情 各位可能不知道说在 达尔文到阿德雷德 这段的路途上 3000多公里 其实多数的地方都是荒芜 那车子当然是高科技 靠太阳 希望天气很好 但是人在这路段上 好像很难做口渴的时候 就可以到一个市场去买什么东西 想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没办法说马上 能够到哪些公厕上去上厕所 其实天气是很大的分别来的 就是在香港始终热极有个浦的 虽然都36、7度 有机会是34、5度 但是可能这里 晚上都38度 甚至在太阳底下 已经是40多度了 原来去到40多度的时候 可能对我们一些车的基建 可能会有机会过热 这些都是我们在澳洲的测试里面 才可以获得的资讯 这部车的特别之处是 我们的尾部是可以拆出来的 我们会有中间的车架 我们现在比赛的车 可能是跑车的车尾部 但是当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它改装 挑战机 那也有巡洋界等级 那这代表这个车比较大 既然是巡洋界 你上面要坐乘客 而且我们这次的 阿波罗9号 其实在现场 很多人都说 哇 So beautiful 因为它已经不像竞赛的太阳能车了 它就是像我们真的可实现的 像双轮跑车吧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今年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也不瞒大家说 其实能够跑完全程 在过去了 基本上就有前三年了 所以在路上其实会发生 很多很多我们很难预期的一些状况 让我们按照我们的目标 能够最好的电力在高度 是安全的一个行迹 让我们能够 在我们这次的能源调度 古天能够抵达中间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休旅车 它们在上面 都会再加太阳光电板 500瓦 800瓦 去露营的时候 直接把它拉出来 所以其实在这两三年之后 你会看到我们的电动车的 最后的等级 就是太阳能电动车 去露营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们的电动车 会看到我们的电动车 我们看见我们的电动车 再一个电动车 是最后的电动车 那就是最后的电动车 就会看到我们的电动车 转发的电动车